王子无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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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了 这时光啊 就倒回到了1977年 河南省的西川县 遭遇了特大干旱 几个月啊 低雨未下 那丹江口水库呢 这水位急剧下降 使得原来的库区啊 变成了干涸的沙滩 一天傍晚 一个放羊的孩子啊 回家的时候 就路过了这干涸的沙滩 不小心绊倒了 他以为是树根 或者是石头 可是他起身回来一看 绊倒它的是同质的东西 这孩子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一个人又挖不出来 就跑回家 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家长 西川县一带经常发现 这个古代文物 所以这放羊娃的家长 和周边的邻居一听说 发现了同质的东西 就猜啊 一定是发现文物了 于是拿着工具 就跟着这放羊娃呢 来到了这干涸的沙滩上 来到沙滩上一看 不止一件同质的东西啊 这沙滩上 就像那贝壳一样 一个个的露出了头 这可是一群啊 发现了文物群 当地的百姓啊 这文物保护的意识很强 觉得这事关重大 不能轻易地随便挖掘 于是就把他们的发现呢 汇报给了西川县的文物局 这西川县文物局 接到这个汇报之后 就组织了文物考古小组啊 来到了发现文物的地方 这里是西川县下寺龙山附近 这考古工作组啊 于是就在这里开始了 考古发掘的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考古发掘 发掘出八千多件 珍贵的文物 有一座最大的古墓葬 被考古工作人员 命名为夏四二号墓 那么我们今天讲述的 这组精美的青铜鼎 就出土于夏四二号墓 这组青铜鼎 依次排开 霸气十足 显然这组青铜鼎 是这次考古发现的 最大的成果 是最珍贵的文物 人们不禁要问 这组青铜鼎的主人是谁 那你得先考证清楚 这些古墓葬群属于什么时代 要考证清楚这些古墓葬群的时代 你得了解这个古墓葬群所处的位置 以及周边的地理人文环境 这就得说一说 这西川县的地理环境和位置了 西川县位于河南省的西南部 跟陕西省接壤 于湖北省为林 由于西水川境而过 形成了一个冲击的平川 因此而得名西川县 这西水和丹江交汇 形成丹西流域 这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比如沿着丹江向西 可达三秦 夕西水北上可达三进 顺着丹江西水东走 可达楚汉甚至到五月 正是由于西川县这种 特殊的地理位置 它是南北文化交汇处 这里曾经是楚国的立国之地 孕育出灿烂的楚文化 说起楚文化 那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 皇帝有个孙子叫专序 专序的后裔中 有一只米姓族人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他们以楚字作为自己的族称 楚字 与米姓族人的信仰有关 那么米姓族人呢 长期生活在京山一带 因此有京楚或楚京之称 因为京和楚这两个字 在古代是相通的 说的都是树木杂生的意思 在商朝取代夏朝之际 中原呢 处于混乱状态 所以米姓族人呢 趁势向北扩张自己的势力 到商朝建立了 商朝强大了 这米姓族人或者楚人向北扩张的 这脚步就受到了遏制 到了商朝中期 商朝摔落了 米姓族人继续北上 可是到了商王武丁时代 商朝中兴 那么商王武丁呢 南下讨伐京楚 京楚被打败了 在商朝和周朝的这个交替的时代 米姓族人呢 辗转地迁到了西水一带 以丹阳为中心 建立了新的部落联盟 中美部落首领啊 就推举这个玉雄为酋长 那么玉雄呢 带领着部落联盟啊 努力地扩张 发展自己的实力 为了抗衡商朝啊 就跟西边的州联系起来 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那么周人想取商朝而待机 所以他们也广泛地建立联盟 于是就跟楚人呢 联合了 这玉雄去世之后 儿子雄历继位 成为新的酋长 雄历的孙子雄义 在周成王的时候 被封于楚马安之地 这接受了周王室的封号 这雄义啊 带着他的族人 不但臣服于周天子 而且恪守着对周王室的义务 楚国从此立国 成为西州南部重要的封国 楚国虽然远离中原地区 但楚人的内心 依然时刻惦念着自己的家乡 因此当周天子正式赐予楚封号 楚人是万分激动的 他们终于得到了中原王朝的认可 这份漂泊的思乡之心 也得到了停靠 但与楚人的积极心态不同 周王室对楚国的态度 却令出人失望 这让刚刚立国的楚 在心态上跌入谷底 那么周王室是如何对待楚国的 楚人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楚国最初封于丹阳 地处偏僻 土地狭促 人口稀少 非常的穷困 正所谓 楚之祖封于周 好为子南五十里 就是楚国最初啊 被周天子封为子南爵 要么就是子爵和南爵 要么就是子爵与南爵之间 总之这爵位并不高 封国的土地只有方圆五十里 所以楚国不仅国小是若 地下人穷 而文化也比较落后 正所谓 辟在京山 碧露蓝绿 以处草莽 跋涉山林 以示天子 意思是在这个京山一带 开辟荒野 坐着简陋的车 穿着破烂的衣服 跋涉在草丛之中 穿越于树林之间 还要为这个周王室啊 尽义务 虽然这楚国人呢 对周王室 恪守着自己 为诸侯和为臣子的义务 但是并没有得到 周王室对他们的重视 这楚国的君主雄义啊 他到这个周王室呢 在周康王属下任职 同时和楚国君主 一起为这个周王室任臣属的 还有这个齐国的君主 晋国的君主 魏国的君主 可是这周康王啊 赐给这齐国 晋国 魏国君主 一宝器 却没有 楚国君主的份 这是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 齐国 魏国 晋国 这些国的国君呢 跟这周天子 有亲戚关系 而华国呢 是异性诸侯 与周天子 与周天子 没有婚姻关系 不使亲戚 所以啊 就得不到重视和赏赐 这楚国不仅不受重视 还受歧视 但是在周城王的时候 他在这个齐山 惠盟诸侯 那楚国的君主啊 他的地位是 这个金蛮 他只配用草扑朔道路 和那个属于东夷的 一支鲜卑人呢 一起守那个祭天 点着那个火堆 没有结盟的资格 正是由于这周王氏 对楚国人的这种歧视 和轻视 使楚人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 激发了楚人积极向上 努力扩张自己实力 扩大自己领土的这种冲动 甚至叫野心 楚国人呢 这实力就不断壮大 疆域也不断地扩张 到了周夷王的时代 这周王朝对周边诸侯的 控制力下降了 诸侯也不朝进天子了 诸侯们之间又互相打仗 相互兼并 这就给楚国人就提供机会了 所以也向四周开始扩张 实力越来越大 正是由于周王朝对楚国的这种 轻视甚至是蔑视 使得楚国人呢 当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 反过来开始蔑视 甚至是抗拒周王朝和周天子了 比如楚国君主熊渠说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好事 意思是 你们把我当作蛮夷 那我也不按周王朝的礼仪 和这个封号行事了 所以呢 他就封自己的儿子为王 你说这周王是指封楚国为子男爵 可是这熊渠呢 却封自己的儿子为王 显然这不仅仅是跟周王是分庭抗礼了 而且是超越周天子之上 为什么 儿子都是王了 那这当爹的该封什么呢 比王大的 那就叫帝 这周朝很有意思 周朝最高的领导就是周天子 他为什么只称王呢 因为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这激发呀 推翻了商朝 就总觉得自己这最高权力得到的不那么地道 心里的底气不足 不敢称帝 商朝都是称帝的 所以他只称王 那么天子是称王的 那诸侯呢 最高只能是公 公侯伯子男 好家伙 你现在封自个儿的儿子为王 你岂不是称帝了吗 后来周历王 诶 实力有一段时间很强大 那熊渠啊 惧怕这个周王室的讨伐 就把这个王浩取消了 即便如此 也曾经啊 有过这样的经历 跟这个周王室分庭抗礼 甚至凌驾于周天子之上 顶是夏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祭祀礼器之一 传说大宇筑九顶 九顶象征着九州 因此顶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组华丽的青铜顶 共有七尊 这是否预示着顶主人不同寻常的身份 顶内的名文又记载了怎样一段传奇历史呢 所谓丹阳啊 就是丹江的北岸 在丹江和西水的交汇之处 具体的位置就是河南省西川县 夏寺龙山一带 也正是考古工作人员 发现大量的古墓藏群 进行考古发掘的这个地区 那么这里既然是楚国曾经立国之处 那么这些古墓藏群 是楚国的墓藏就无疑了 根据出土的文物 我们发现有大量的珍贵的 非常贵重的这个出土文物 尤其是青铜器 那就说明这些古墓藏的主人 都是楚国的贵族 那么这组青铜器的主人 又是楚国的哪一位贵族呢 这祖青铜顶一共七尊 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什么线索呢 据周理规定 周朝的贵族 祭祀这个祖先和上天的时候 是有等级的差异的 比如天子祭天 使用九顶 诸侯呢不能祭天 只能祭祖使用七顶 大夫使用五顶 是就是最低级的贵族 使用三顶 那这位贵族用七顶 祭祖说明他就是一位诸侯了 那楚国是诸侯的位置 显然这个顶的主人 很可能是楚国的君主 那么究竟是哪一位 楚国君主呢 这当时这墓葬里头啊 没有提供线索 所以一时不得而知 经过文物专家们 认真的清理 终于找到了墓葬的主人 也是这一组青铜顶主人的身份的线索 什么线索呢 就是在这一组青铜顶最大的那个顶的内底部 发现了一篇名文 可是当把这篇名文整理出来 呈现给古文字专家的时候 专家们愣了 一时难以辨识 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组非常罕见的字体 它的书写方法不规则 装饰着各种各样奇怪的符号 那么这些奇怪的符号究竟代表什么 这组名文究竟表达什么意思呢 经过专家们的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最后得出结论 这是一种周朝的变形的状态 由于这些装饰的符号 像鸟和虫的形象 被专家们称之为鸟虫传 这种特殊的文字创造出来之后 开始在民间流传 渐渐的就被贵族们接受了 主要流行于春秋中后期 以及战国时期 楚国 吴国和越国 这些南方诸侯国之间 那么贵族们接受了这些美数字之后呢 主要用于这个青铜器上的名文 比如越王勾建舰上就有八个字的鸟虫传 可是这篇青铜底部的名文 与越王勾建舰上的名文相比 这辨识难度就大多了 一方面呢 它这个装饰的符号 比越王勾建舰上的名文复杂 同时呢 它有八十多个字 虽然辨识难度很高 但是经过古文字专家的一段时间 认真的研究之后 终于这篇名文被解读了 它的大概内容是 注意在这篇名文中 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 王子武 王子是他的身份 武是他的名字 那么王子武究竟是何许人呢 经过这个历史资料的查阅 明白了 王子武啊 他姓熊明武 自子庚 是楚庄王儿子 曾经担任过另一 也就是宰相 可是根据周礼的规定 天子使用九顶 诸侯使用七顶 大夫使用五顶 氏使用三顶 他的身份只是楚王的儿子 居然使用七个顶 这恰恰证明啊 这楚国的一位君主叫熊渠 说过这样的话 我满意也不与中国之好事 楚国君主敢称王 他就敢享受天子的待遇 他的儿子就称王子 享受诸侯的待遇 这恰恰证明 楚国跟周王室 分庭抗礼的姿态 从最初的跋涉山林 以示天子 到后期的态度转变 楚国的野心与雄心 在日益膨胀 而支撑这份野心的 是其背后令人生畏的强大实力 从蛮蚁小国到春秋五霸之一 楚国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崎岖的旅程 那么春秋时期 楚国是如何走向强大的呢 本来就不把周天子 放在眼里的楚国 到了西周末年 历史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那么究竟是什么机遇呢 公元前771年 这周游王战败被杀 不久啊 诸侯们拥戴周游王的儿子 一旧为新的天子 他就是周平王 周平王继位之后 这浩金啊 已经残破不堪了 经济地区的大部分被西荣所占 所以只好决定迁都 在诸侯的保护之下 周平王 从原来的首都浩金 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 迁到了洛伊 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 中国的历史 从此进入到了东周时期 也叫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 这天子的地位就下降了 很难控制各诸侯 诸侯们崛起 称霸 互相兼并 互相残杀 那这个时候呢 给楚国就提供了向北发展的机会 此时楚国的君主叫熊通 熊通趁机领兵向北 讨传随国 这随国是楚国北部一个激性国 这随国的君主就问这个熊通啊 你为什么讨伐我们呢 熊通回答说 意思是啊 你们把我当蛮夷 可是你们中原的各诸侯国呀 不仅不朝进天子 还互相残杀 所以呀 我也不必守你们的这些礼节了 我征讨你的目的只有一个 让周天子承认我自己立的封号 面对楚国大君压境 这随国的君主无奈之下 只好来到洛阳 面见天子 转达了楚国君主的意愿 结果周天子一口回绝了 随国君主尊处的要求 熊通得知消息之后 愤怒地说 王不加位 我自尊而 意思是你周天子不承认我的称号 我自立为王 所以啊 这公元前704年 熊通啊 自立为楚王 这是楚国第二次自立为王 史称楚武王 武王去世之后呢 他的儿子熊兹 继承了这个 楚国的王位 史称楚文王 文王继位之后啊 继承父亲楚王的遗志 继续扩张实力 继续向北讨伐 在整个春秋时期 这楚国疆土扩大 成为当时最大的诸侯国 对周王室和中原各诸侯国 形成了压力和威胁 不过这是一个过程 对于楚国而言 是艰难且漫长的 春秋初起 北边的戎敌 南方的金楚 同时对中原进攻 中原各诸侯国 处于父辈受敌的状态 到了春秋中期 戎敌的压力渐渐消失 所以这中原的各诸侯国 和各为霸主 就腾出手来 集中力量对付南边的楚国 到了楚城王的时候啊 这齐桓公崛起啊 这齐国是霸主啊 他联合了八个国家的军队 与楚城王啊 在少林 进河南洛河市的少林区 汇盟了 那楚城王向 北继续进攻的这个脚步呢 就遭到了遏制 楚城王在洪水 进河南浙城县北 打败了春秋五霸之一的 宋国的军队 结果这楚国的势力 就继续又北上了 可这个时候呢 这晋国崛起了 晋国跟楚国之间 爆发了城普之战 结果楚国被打败了 虽然楚国此败 并没有伤其根本 但是毕竟揭开了 楚晋两国争霸的序幕 到了楚庄王时期啊 楚晋两国在 毕进河南形阳 爆发了一场战争 楚国把晋国军队打败了 那么楚晋两国争霸 就达到了高潮 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公元前的607年 这楚庄王啊 借着讨伐陆魂之戎 大兵就来到了中原 陈兵一洛阳的南郊 举行阅兵一事炫耀武力 当时周天子是周定王 刚刚继位不久 忐忑不安呢 怎么办呢 就派他手下一个老臣啊 能言善变 叫王孙满 去犒赏楚国军队吧 王孙满来到楚军阵前 楚庄王一看这王孙满呢 劈头就问 你们这周天子的顶 有多大有多重啊 王孙满说 一个国家的兴盛在于 得意的有无 而不在于顶的大小 那楚庄王说 你别自视有九顶 我告诉你 我们楚国将士们的兵刃 摘下来可以铸成 多少个九顶啊 王孙满不卑不康地说 虽然周王是衰微 但天命未改 周天子的保顶 你还不能问 这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 只好灰石发正 但留下了问鼎中原的典故 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组 青铜鼎的主人王子武 正是这个敢于问鼎中原的 楚庄王的儿子 这楚庄王对这儿子 特别的喜欢 信任 当时楚国之力正胜 这王子武掌握楚国的军队 东征西逃 南征北伐 在楚庄王去世呢 他的长子就是王子武的哥哥 大哥继位是楚共王 楚共王死了之后呢 共王的儿子继位就是楚康王 这个新军刚继位 这吴国看到机会了 立刻发兵攻打楚国 这王子武受命 抵御侵略 带着大军迎战吴国军队 取得了此战的胜利 那么这次战斗的胜利 功臣当然是这个王子武啊 所以这楚康王啊 就任命王子武为令义 也就是宰相了 这王子武担任令义的这几年呢 继续带着楚国大军 东征西逃南征北伐 战功赫赫 此后是极尽哀荣啊 我们通过这一组青铜鼎 可以体会这个王子武 当时的身份的显赫 这王子武鼎既是王子身份的象征 也是楚国强大的证据 因为这组列鼎啊 工艺精湛设计精巧 代表着当时楚国最高的制作水平 比如这组鼎 环绕着这个顶腹啊 有六只怪兽 而这六只怪兽呢 每一只怪兽呢 都是用两条奎龙盘绕而成 那这个怪兽的头呢 露出了顶口 上面的顶盖呢 也有六个甲口 相互契合 使得这装饰性和实用性 非常的温和 王子武鼎独特的造型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耳熟能详的典故 楚王好细腰 传说楚灵王很喜欢纤细的腰肢 这顶的腹部向内收缩 就如同人收腹竖腰的造型 那么王子武鼎的造型 真的是受楚灵王这种独特癖好的影响吗 这两千多年过去了 王子的这威风当然已经逝去 可是这一组精致精美的青铜顶 依然可以让我们领略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思潮变化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顶啊 是我们中国古代祭祀用的礼器最重要的一种 人们赋予顶以尊贵显赫盛大的含义 比如一言九顶 比如顶圣十七 比如大名鼎鼎等等 这些筷子人口的成语 迄今为止 依然使用很频繁 说明它影响深远 这王子武鼎啊 既与传统的方鼎不同 也与当时流行的圆鼎 样式不一样 它虽然是圆鼎 却是平底 而且这个不但是平底 这顶身啊 又跟其他圆鼎不一样 不是突出的 浑圆的 而是树腰收腹的 这种形质 是典型的楚国风格 因此被称作 楚式顶 那为什么楚国的这个顶 跟中原的顶 风格有如此大的区别和不同呢 有专家就认为啊 楚国这种顶的风格 跟楚灵王一个怪异的 癖好有关 什么癖好呢 这楚灵王啊 非常喜欢 纤细的腰身 对那个度大腰圆的人 是极为反感 所以楚国朝中的官员 为了迎合楚灵王这个癖好 就纷纷地结实减肥 还竖紧 腰带 以追求 纤细的腰身 相传呢 这些官员为了追求腰身 纤细啊 常常饿得 头昏眼花的 那 跪在席子上吧 要想站起身 如果没人参扶 那就只能扶着墙了 坐在车上 要想下车 站不起身 只好借助刹车的惯性 可见这及时减肥的效果 谁都想吃美味佳肴啊 这些官员 为了迎合楚灵王的爱好 只好饿得肚子 饿得头昏眼花 所以有这样的说法 叫楚王好细腰 国人多饿死 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女子那细腰 称之为楚腰 所以有专家就认为 这王子五顶收复树腰的风格 正是楚灵王好销的证据 可是我认为这种观点 根本不成立 为什么 因为楚灵王在位时间是 公元前540年到公元前529年 在位仅仅12年 而王子五呢 他是楚灵王的叔叔 在楚灵王继位前 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楚灵王的爱好 癖好根本不可能影响 王子五这个顶的风格 那么王子五顶这种风格 又如何解释呢 我认为啊 这实际上是楚文化风格的表现 众所周知啊 楚文化以乌文化为主 而乌文化以歌舞 尤其是舞蹈为主要表现形式 那么这个舞蹈的动作 中原的乐舞主要是手和脚 而手很规矩 动作幅度很小 而脚也没有大规模的舞蹈动作 中间部分是不动的 才显得端庄规矩 而楚文化就不同了 他要运用腰部 那么腰部作为舞蹈与会 自然是纤细的腰枝 表达力更强 所以不是楚灵王好细腰 而是楚人好细腰 所以这种细腰啊 要叫楚腰 是非常准确的 这是楚风的表现 总之啊 王子无鼎这种 以柔美的曲线 弧形作为主体结构 这种风格 正是楚文化的代表作 让我们后人体会 什么叫浪漫楚风 好了 王子无鼎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我们下回再见